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 在美國三藩市 有一個北美病夫白人 無緣無故去打一個華裔的婆婆 誰不知這個正直壯年的白人男子 不單止打人不成 還被婆婆反擊 搞到要抬擔架離場 整件事聽起來很滑稽 不過整件事也反映了 現在身處在國外的華裔 也好 亞裔也好 都有一個危機在裏面 我們今天就主要探討一下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 一名男子 網名叫金正恩 他在搞事事件演得最激烈的時候 不斷在網上 發佈一些 叫人出去搞事的言論 因此早前 被判做社會服務令 但是就在昨天 經過律政司覆核刑期之後 他被改判13個月的監禁 現在所有的市民 都拍掌叫好 忠於這個人 就罪有應得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美國近來不斷發生了很多針對亞裔 和華裔人的事件 就在前兩天 三藩市 一個76歲的婆婆正當她等候過馬路的期間 無緣無故在婆婆的後面 就有一名白人男子經過 這名白人男子 問都不問 說都不說 就無緣無故去打過婆婆 當時 婆婆反應都非常機警 就立即 撿起街邊的一塊木棒 勇猛地向這名男子反擊 雖則這名白人男子 正直壯年 而她 亦有目的 選擇一些老虞婦娛樂手 但是 竟然不夠阿婆 阿婆 就最後將這名白人男子擊退 而且從圖片裏 亦都清晰可以看到 這名無緣無故打人的白人男子 還要被抬上擔架 反而阿婆 依然中氣十足 雖然 她的左眼受了傷 但很明顯就分了勝負 很多人都懷疑 這名39歲無緣無故打人的白人男子 她是因為種族的問題 所以才無緣無緣無故的亞裔老人落手 事後我們從視頻裡看到 這名華裔老人 她的名字叫謝小珍 視頻裡也錄到她 好像是不懂得說英文 因為當時事件發生之後 引來大批市民 他們圍觀 和了解整件事怎麼發生 婆婆也哭訴 這個白人男子無緣無故打他 當中我們也聽到這名婆婆 以此是用粵語來講述她的經歷 大眼聽聞你 好像聽得出 她是來自於哪裡 沒錯 當這位婆婆 在第一彎將洋人TKO技術性擊倒的時候 有警察籍的裁判 走過來想高舉婆婆的手 判婆婆贏 但是婆婆當時 就跟裁判說 這條洋人 她欺負我 從她的說話入面 就聽得出婆婆 帶有台山口音 因為以往 在清朝時期 三藩市叫做金山 那時候 就有大量的廣東居民 越洋漂泊 尤其是台山人 去到美國那裡掘金 幫他們美國人去起鐵路 去賺食 相信婆婆就是他們的後裔 就像大家以前 有看我們港產片 都記得哪個演員叫麥家 麥家就是粗一口流利的台山口音 只看整件事 就好像很好笑 這名白人男子 39歲人 都不夠76歲的來 還要被人打到上擔架 可以說這名白人男子 就是正宗的 現代北美病夫 不過其實 這次無緣無故 有亞裔人被人打 尤其是老人家被人打 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其實現在整個美國 甚至乎 在海外不同的地方 都有針對着 亞裔和華裔人口的事件 今集我們就會就這些事件 他主要針對他說 現在暫時得知婆婆的傷勢 其實都不輕 他左眼腫得成雞蛋 暫時就看不到 未知會不會影響 他左眼日後的視力 說完這件之後 我們就提一下 其他針對著亞裔和華裔人口 的一些事件 就在幾日前 3月16日 在美國的 亞特蘭大 發生了一件 非常鞋人聽聞的事情 有一位21歲的白人 男子 我叫他 白渣 他 一年開炮 掃了三間 韓式的水療店 製造了 8位 不幸的事主 離世 而當中 有6個人 是 亞裔人 事後 他就 被拘捕 發生了那麼大件事 沒可能不被拘捕 警方就透露 他報清 他自己 有這個 對自己的生理需求方面 有失控的跡象 所以 想 消滅了這個 引誘的根源 這樣說 但當地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亦都對應最近一連串的 對亞裔人的針對事件 就串連在一起 有亞裔的 美國眾議院議員 指出 他們不相信這個說法 他們覺得這個說法 是警方報出來 企圖來禁著 敵視 亞裔人的 這些言論 和這些事件 正當這些事件實實在在發生 我們每天都聽到的時候 偏偏有一些 自己身為亞裔人 甚至乎是華裔人的 漢奸走狗 就會唱反調 最近 在這個亞特蘭大 水療家餐事件之後 就有一個德國之聲的 美籍華裔女記者譯音 叫做陳嘉穎的人 就在Twitter 發佈了一個 他自己的報導 文章就說到 針對亞裔華裔的事情 當然要譴責 但是文章的重點 反而就落了在 要警惕中國 藉著這些事件 來進行政治宣傳 當然 這個言論一出了 就惹來很多人 的不滿 我們正常人一聽到就知道 其實這個華裔女記者 要真正做政治宣傳的是 是他們 我們中國政府做了什麼 只不過 在這些事件不斷上演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才正式出來說 要停止這些針對華裔和亞裔的事件 這些都叫政治宣傳 那些黃絲 對這次阿婆反擊北美病夫的事件 都有些評論 我忘了說 黃絲叫阿婆回大灣區 這次他們又適合了一次 我們真是鼓勵阿婆回大灣區養老 不過黃絲的出發點 當然不是這樣 他們依然覺得 華裔、亞裔人 在美國的事件 都只不過是這麼不幸 全部都是個別事件 他們也深信 自己去到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是全部可以幸免 因為 那裏的鬼佬 是懂得分他們的 既然黃絲這次適合一次 我們在他角度 我們又適合一次 你這麼喜歡英國、美國 你是不是滾過去 咦 那又是 然後他們會說 是呀是呀 我們很想過去 去到你就知道味道 還有 我們新潮民 就在前兩天 收到一位聽眾 對我們發出的訊息 這位聽眾就說到 他在美國已經住了三十五年 當中 都是無風無浪 因為他自己 都是很乖 很聽話 很守法 去到美國 都是專心工作 不會出來搞事 這三十多年來 一直他的生活都是無風無浪 亦都不會感覺到 他自己人生安全 是因為種族的關係 而受到威脅 但是就在最近 尤其在 亞特蘭大 水療家餐事件 之後 他和他的朋友 就真正害怕 雖然他去了美國 三十多年 那麼久 但是始終 他在生活的某一些部分 都是要出現在 華埠的地方 例如 可能他去買菜的時候 會光顧華人超市 他現在 和他的朋友就很擔心 當他們 這些正常的華人 可能有一天 要去到華人超市 買菜 這樣計算的話 可能有個白人瘋子 無緣無故 拿著把衣服 亂打 這些事件 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 說我的這麼瘋的言論之後 絕對有可能發生 再加上 美國的社會 都刻意隱瞞這些事件 所以現在他都非常擔心 就叫到我們新潮民 幫他發一發聲 不過 其實整件事裡面 我自己覺得 最聰明的都是梁仲恆 因為梁仲恆 好像去了美國之後 大家都沒有見過梁仲恆 是有室外的照片 不論他和那些漢奸一起開會 也好 發表他的言論 也好 炮馬驚也好 全部都是在他自己的小屋 的房間裡面 當然 現在梁仲恆改了姓 叫做犬養 他爸爸 當然是當他一隻犬 來養 又怎會那麼容易 讓他走出籠 不單止在美國 有發生這些事件 最近 在緬甸那邊 大家都知道是混亂 我們新潮民 就不評論 他們哪個奪哪個權 又或者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但是 就在最近 緬甸那邊 發生了很多針對中國人的事件 現在緬甸那邊 那些示威者 就十足十 我們19年的時候 那些黃絲 個個 都失了理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把矛頭指向中國 九成九 都跟他們那些 沒有證據文宣 是有關係的 這班緬甸示威者 他們直接瘋了 在示威的時候 舉出一個橫額 這個橫額 上面就寫到 如果 他們任何一個 緬甸示威者出來示威的時候 不幸被對家拉低 每拉低一件 緬甸就要找一間中國的工廠來出氣 所以 大家對回數 都蠻吻合 現在總共有37-38間的中國工廠 被這些緬甸示威者去搞 正正對應了 他們自己出來示威的那個口號 這些緬甸人 究竟有多失去理智 我還可以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就是 在緬甸裏面有兩至三個不斷在推特發文的人 這些人我們俗稱為緬甸的黃絲 他們 就在中國工廠 被人搗亂的時候 就把這些片段 上他們的社交平台 還要說到 因為中國的工人 和他們的工廠老闆 為了握保險 所以自己破壞自己的工廠 就說到中國的老闆 和那裏的打工仔 多麼無量 這樣反過來說 而那些入到中國工廠搞事的緬甸人 在搗亂完中國工廠之後 還要特意走出來 自己和自己說 你看看中國人自己 搗亂自己工廠 就不斷在視頻那裏對著鏡頭這樣說 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他們的搞事行為 掩飾 嫁禍回到我們自己中國人的身上 所以 我在這裏跟大家說 現在緬甸針對著中國人的事件 已經越演越烈 情況亦都非常嚴重 當大家以為 緬甸是發生這些政治事件 才引發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在世界很多地方 都在上演一些欺負我們中國人的事件 就好像澳洲那樣 早幾天 在澳洲的首都Canberra 就有一間中國人開的咖啡店 被人搗 事源是怎樣 這樣就是有幾名的澳洲青年 在那間咖啡室的門口 大口大口地抽著香煙 青少年吃這些東西不好 而且又阻礙人家做生意在人家門口 所以這間咖啡店的老闆 就好言相向 打算勸喻他們離開 誰知他們一見到是中國人的老闆 他就不跟你說道理 其中還有一個 衝進去那間咖啡店 就拿著他自己的手機在拍片 一邊拍片 他就一邊指罵那些咖啡店的職員 就好像特朗普之前 老惹我們中國 又將他們和病人扯上關係 又人身攻擊他 其他人看到的情況 當然是制止 叫他停 他不但沒有停 他還特朗普上身 特朗普上身有什麼精彩的 嘩 特朗普上身就精彩了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最厲害是什麼 是口水 他就走到咖啡店外面的桌椅 人家做生意的桌椅 他就不斷吐口水 就打算用口水淹沒人家桌椅 然後吐完口水 就取笑別人家店舖 你看這些行為多惡劣 其實不止澳洲是這樣 在澳洲鄰近的紐西蘭 有六名華人 去浸溫泉 都被當地人看不過眼 那些洋人 除了打他們一身之外 還乘機拿了他們的財物 而這件事件 還要發生在他們西人 的喜慶日子聖誕節期間 除了美國 除了澳紐 當然就不少得 五眼中的第二隻眼 英國 這個被黃印 譽為人間天堂的地方 究竟他是不是人間天堂 就在今年的二月尾 有一位中國人的大學教授 他住在英國 當他晚上跑步的時候 莫名其妙地 被四個大不裂瘋的病夫 走到他面前去罵他 當然 這四個大不裂瘋的病夫 也是特朗普上身 無緣無故吐他和病有關 吐也不止 還要立刻罵他 但是事後最令人生氣的是什麼呢 英國的警方 竟然只逮捕了一個犯人 而之後竟然放了他走 現在說就說 說單案在調查 其實英國 想不想做事 大家有目共睹 而在英國發生這些事件 已經不是罕有 單單是2020年 半年之間 就有四百多宗事件發生 其實看回那麼多宗個案 尤其在美國 那些針對 亞裔華裔人 不論白人也好黑人也好 其實他們選擇的樂手對象 大部分都是一些上年紀的老人 他們貪什麼呢 就是貪對方沒有反擊能力 不算台山婆婆這些英勇 說真的有多少個 是這些正直壯年 白人黑人的對手 所以往往這些 被人無緣無故打的華裔老人 一般都傷得比較嚴重 還有 自此之後 他們也有一個很強勁的陰影 有很多從此之後都不敢出街 心中有一股 很強的陰霾 就留在他們的心裏 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一些上了一年多 在海外的華人朋友 其實真的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回來 過一個正常 不需要擔憂的退休生活 雖然我知道 每個家人都有自己的背景 或者有自己的問題 不是個個都可以 叫一些老人家 回到我們中國 來過一個退休的生活 但是我亦都在呼籲 有一些有條件有能力 去了海外的華人 尤其是老人家 真的可以 回到我們大灣區 那裏吃好住好 個個都對談對說 不妨真是 在老了的時候 回來安享萬年 那就不用 在外面整天擔驚受怕 你也知道 那些人瘋了 沒錯 以前 第一代移民到海外的華人 就說要為了賺食 外出奔波 現在回望我們祖國 我們的發展絕對比美國更加好 所以不止老人家 我覺得簡直是美國的年輕華人 如果你想找尋機遇 也可以回來我們大灣區 甚至乎 不在大灣區你也可以回來我們中國 除了吃好住好 治安更好 你有實力的話 回到我們祖國 一定有出頭的一天 就著 最近美國一連串的 敵視亞裔人的事件 其實紛紛 在美國本土裡的自己人 全部都出聲 先有美國的一眾 華人的眾議員 全部都要發聲 也有人指出 亞裔人 在美國一直走來 其實 這些事情遠在的父母 祖父母那一代 已經在經歷 他們體會好心 沒想到 現在 文明在倒退 又要再經歷多次 美國那邊 明星門 名人門 吳彥祖 韓國影星金大賢 印尼的影星 甚至NBA 林書豪 不同界別的人 都紛紛出來 說話 他們 成立了一個運動 就叫停止敵視 亞裔人的運動 英文名字 我們不可以在YouTube說出來 因為YouTube比較小器 大家也記得 他們不斷地巡 這些 亞洲的社區 吳彥祖也都巡 華人的社區 派這個 鳴笛給他們 等他們有什麼事的時候 即刻要 俗稱吹雞 互相要照應 真真正正的求救 我們看回數據 其實 由2020年 3月來算起 直到 今年 2021年 3月 剛剛好 有大量的上升的趨勢 關於這個敵視 華人的犯法 3795宗 當中 有68% 是女性的苦主 而 成案是3700多宗 但報告 其實是遠遠超過這個數 而報告 有這些事情 報警的數量 女性的報案的數量 是超過男性 超過2.3倍 這堆 敵視華人的犯法案件 有八成 是說一些 我們叫verbal 言語的冒犯 另外 一成是有肢體碰撞 包括75歲的 謝小珍婆婆 當然也有更加嚴重的 跟工具開炮有關 另外剩下的一成 就是各個 其他範疇的社會 例如職場 例如日常生活 例如在餐廳 服務性行業 不停對待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看少這一成的肢體碰撞 肢體碰撞是 可輕可從 大家知道 其實自從 拜登上任之後 從2月開始 我們新潮運之前也報導過 就是美國有大量的 美國當地人 對亞洲人 有無禮 刺激的肢體碰撞 的事情不斷地發生 但是那時候2月發生的 很多都是黑人 那時候大家都驚訝 黑人為何會做這樣的事呢 你自己都是族裔 你自己 都曾經被人歧視 其實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但凡有怨氣的時候 他們就去找一位發洩 他們自己 病情 失業 煽動了 他們自己 敵視外人 那個心理的時候 找弱勢的社群 來發洩 在2月那時候 除了輕微的肢體碰撞 但我說輕微的那些 已經是導致老藥婦孺 老人家 小孩子 有很嚴重的身體創傷 那些的輕微 嚴重的 是說 有很多人不幸離世 還有 是種蟑螂的 而種蟑螂的人 除了他們是亞裔面孔之外 其實他們 身上沒有一次元素 是不對美國的社會有貢獻的 是不是 有醫生 有軍人 有大學的高級教師 教授 這些人 都會被傷害 所以根本沒有道理可言 拜登 在2月那時候 他一上任 他第一時間 都立即說 希望大家 停止 敵視 亞裔人 這些行為 就一點都不是 美國的核心價值 他雖然說就這樣說 但是 早起他說這番言論之前 我們身前已經給過觀眾們 一個很獨特的分析 為什麼有這麼多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你才逼著 不想說都要說 為什麼要這樣 而是因為這些東西不能說 大家試想想 如果 欺凌若小 如果 敵視 外族人 這種心態 是一定存在的話 如果這件事是一定存在的話 你說有沒有用 第二 就是如果 傳媒鋪天蓋地 來維護他們的時候 只會令到這些 敵視的情緒更加激發 更加全國性地去做 大家最不想見到的事情 真的發生了 但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 就是 這些肢體碰撞 還升級 變成全面的 工具 而很不幸地 好像最近也發生了 相信 這個是 一個很不好的潮流 但是不知道怎麼停下去 因為自從 特朗普上任以來 特朗普就激起了 所有這些 白人之上 他代表的 就是最低層的 白人主義 就是 本土主義 敵視外人 敵視外族的主義 直到 拜登和 特朗普 選戰的那一年 就是去年 兩班人 各自都有自己的刺激組織 各自都有自己的族裔 來互相打餐飽 這件事也在美國製造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當時 只是2020年 採購這個 工具的數目 已經攀升了 歷史以來的新高 是升了幾倍 是由以往 一年賣一千 幾百萬 直到 升到 二千幾三千萬 而當中有很多 大概 統計到現在 有八百幾九百萬 是首次來購買的 可見 過去一年 兩黨之爭 互相敵視 是多麼嚴重 但是 就在拜登上台之後 最強調就是 中國 說我們 對種族 有欺負 說我們貿易不公平 不守規矩 他沒有說我們製造病情 但是這件事不用他宣傳 已經進入了每一個美國人的心裏 他覺得 就是怪中國人 來掩飾自己的經濟疲弱 你一不斷地說中國不好 說中國不好 說中國不好的時候 還要學習特朗普說一些特朗普式的說話 說中國 就要吃阿朗 你用這些 不是那麼政治高級的字眼 但你用一些特朗普式的字眼 表示你想接觸哪些人 表示你想接觸特朗普那些 白人至上 你一邊說中國不好的時候 一邊說亞洲不好的時候 然後最後補一句 但是我們都要包容的 寬恕他們 你以為人們會有什麼反應 其實這些也是圓滿正宗的政治手段 因為自從拜登上任之後 本來特朗普下面那些白人 就一定仇視任何支持拜登的人 美國的白人和黑人也打動火紅火綠 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 的媒體戰 互相的勢力 無論在教育界媒體界 互相敵視 打到火紅火綠 現在 這麼幸運 讓你找到張牌 把所有兩幫人的 矛頭和怨氣都宣示在華人身上 你說美國會不會按住這件事 還是由他們 宣示在華人身上 免得製造 民主黨共和黨 白人和黑人之間的 互相敵視 下華人就很可憐 飄洋過海 華人一直到別人的 這個國家 就以 高學歷 實幹 還有做事 黑虎內勞 不會complain 不會抱怨 默默奸雲 來見清 但是 必要時 其實 這班 西人他們是不會珍惜你的 需要的時候 就用你 你還要聽聽話說 為他們建設社區 但是要找沙包的時候 也會找你出來 給人做沙包 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樂觀再發展下去 現在 阿特蘭大這些 傢伙亂數事件 會開始發生 而這件事我一月的時候已經在說了 一定會 是傢伙亂射 誰叫美國是傢伙大國 現在在阿拉斯加那裏 中美又要2加2 我們 兩個外交部的猛人 就去那裏 和國務卿blinken和美國國安 Solivan 來講數 美國那邊 好像美國上台打拳之前的動作 揚言說 你對澳洲的問題 如果 不解決的話 我們什麼都不用說 又開始拿一些 種族 台灣問題 出來講 說我們一定強硬 我們一定 無情講 這次的台數 我覺得 我們中國 現在證據確鑿 我們的華人 我們的自己人 在美國是被人欺負的 希望在這個會 希望他們都會 將這件事提出 看看美國那邊有什麼表態 講了那麼多 我們新潮民就在呼籲 各位身處於海外的朋友 真的要萬事小心 出入的時候 看看你身邊 有沒有鬼鬼祟祟的人 想打你的主意 還有 大家要看守 家裡的老人家 盡量出入的時候 都陪在他們旁邊 如果你們在海外 有什麼不公義的待遇 也可以 私人 PM 給我們 讓我們 為你們發聲 我們講講下一件事 現在世界各地的華人 都面對這些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 很多人身在福中 不知福 就數這個香港的有個人 自己的本名就叫 潘蓉偉 但是他改自己的網名叫 金正恩 不知為什麼 他自己是一個地盤工 話說 他在2019年的時候 就在網上亂說話 煽動人家 就說 警察有一個拘留所叫做新屋嶺 說那裡 警察就會用各種不同的 不法和無禮的手段 對裏面那些囚禁的人 就說警察甚至會 找到外面的人 不三不四的人 一起陪他們一起 對這些 無辜的囚禁人士 進行這個非常無禮的行為 當然這些全部是三案八糟 我也不可以明確地說 因為不堪入目 這傢伙 就判了 一百六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 但其實 這樣是不公平的 因為為什麼 他的言論裡面 包括 他煽動所有人 一起去包圍 這個拘留所 然後希望 逼警察 要交人 不交的話 他們就會衝進去 搶 這些行為是很嚴重的 當然 當日判他的官 是有心偏頗的 幫他 打掉他的罪名 就隨便判他一百六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 就算了 他們就說 他只是一個講字而已 沒有實際 成功插壓到什麼出來 所以我就判那麼輕 律政司機不對勞就上訴 最後 上訴得直 現在 在他做了四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之後 就改判了他十三個月的監禁 非常之 公平的原因 是為什麼 他這個 煽動人家 做一些不法行為的 言論 就等同 其實黃之鋒 都被判了十三個月 就是在這個 警總外面 在煽動 和搞罪集 黃之鋒就搞得成 他就搞不成 但是兩個罪名其實應該都是一樣的 要怪就怪你沒用 還有他的言論 已經很多事情沒有跟他計 例如說 無辜敵視 老屈警察的言論 和三安白做的言論 和說一些不堪入目影響使用的言論 這些都已經沒有跟你計 只是 算你這個 煽動的那一部分 所以 說完美國的 新聞 說完亞洲人 華人 在那邊的遭遇 然後再反觀 那幫黃人 覺得很渺小 真是 好像老人家所說 身在福中不知福 這位 Mr.金正恩 潘容偉 辯清 他說 我乖乖的 我認了 我做過的事 其實我都只不過在網上 在那個 政治氣氛下 說一些越來越刺激的事 讓我可以收到多點點贊 這樣而已 這樣說 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天高地厚 之餘 還 腦袋還未長大 臨到判案的時候 還要 把小孩子的理由出來 希望博同情 那怎樣也好 總之 在外國的 華人朋友 就小心一點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